学汉语微课,品中华文化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汉语微课堂 我是你们的刘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的古建筑 岳阳楼 岳阳楼自古有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之美誉 他与湖北武昌黄鹤楼 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岳阳楼的前身为鲁肃修建的岳君楼 始建于东汉,建南十九年 唐肃宗前元二年,开始被称为岳阳楼 李白白居易等都曾登陵引勇 留下众多的名篇佳作 为岳阳楼积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里有五座精致小楼 叫五朝楼关 它是一道微缩景观 展示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 风格各异的岳阳楼 岳阳楼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座石结构的牌坊 每座牌坊的中间石柱上均刻有银帘 两座牌坊南北对称布局 使得岳阳楼更显古朴、庄重 1983年 对岳阳楼进行了一次落架大修 基本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 楼顶所横挂的三字横扁 是由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郭墨若先生提写 岳阳楼为三层四柱、飞檐、灰顶的纯木结构 主楼共三层 整个大楼有四根楠木大柱支撑 自楼底、直观楼顶 飞檐是汉族传统建筑的一种形式 纸屋角的檐部向上翘起 挑出的飞檐由斗拱承托 岳阳楼的三层建筑均有飞檐 四角翘身形如飞身展翅、轻盈活泼 岳阳楼顶层覆盖黄色琉璃瓦 宛如古代武士的头盔 所以叫窥顶 窥顶是岳阳楼建筑的突出特色 岳阳楼也是现存最大的窥顶建筑 它威武雄壮 配以飞檐曲线流畅 给人视欲凌空之感 窥顶下的如意斗拱 它形似蜂窝 层叠相衬 是以龙头、凤头、云头纹饰 既承担窥顶重力 又使整个建筑更为精美、庄重、和谐 进入主楼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家神识已久的 岳阳楼记的雕瓶 雕瓶由十二块紫檀木组成 岳阳楼开始真正名阳天下 是在北宋、藤子经重修岳阳楼 范仲淹做岳阳楼记以后 这篇文章虽仅三百六十八个字 但内容庞大、哲理精深 气势磅礴、语言铿锵 成为千秋绝唱 岳阳楼记以其至高至上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 流传千古而不朽 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岳阳楼记的真迹悬挂在二楼 在岳阳楼的顶层三楼 中间是毛泽东首书《杜甫》的灯岳阳楼 它雄见奔放 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标题两旁还有唐代诗仙李白所作的 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站在这平窗远眺 可以领略显远山吞长江的磅礴气势 欣赏昭灰西音气象万千的湖光三色 好了 今天阳阳楼的介绍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